喜欢做情人的女人,有三个共性,看看你身边的女人 在现代社会,物质欲望泛滥,人们的工作节奏加快,不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同时生活的压力也很大,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充满激情 与古代不同的是,在古代男人和女人是奉命形式 彼此之间并不亲近,男人有责任养家糊口,尤其是结婚生子后 经济压力和两家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夫妻关系的恶化 当男人回到家,没有人会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会看到他们妻子的好脸色 男人也有软弱的地方,如果这时外面有个女人来照顾她,让男人感到温暖,那么就有了情人 那这些做情人的女人有什么共同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说 第一,贪恋钱财,爱慕虚荣,非常物质的女人 毫无疑问他们都喜欢钱,但我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她 如果我赚更多的钱,我会吃得更好,穿更好的衣服 如果我有更少的钱,我将过简单的生活,诚实,不做任何有害于上帝和理性的事情 这部分的情人的女人,但他们以钱为目的,放下骄傲和荣誉 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不关心世俗的去看他们的眼睛 当满足适当的有钱有势的人,她可能是被男人所吸引 即使这个男人有家庭,但是对于他,毁了他的家庭,我的物理问题可以满足 如果有一天这个男人犯了一个生意上的错误,钱用光了,他就会寻找一个新的目标 第二,感情曾经受过伤害,现在已伤害自己报复他人 这是一种女性在经历了情感的创伤后,没有及时走出,然后越陷越深,导致的心理问题 用自己的身体折磨自己的灵魂,让麻木的神经暂时忘记痛苦 他们没有相信真爱,和谁在一起都是一样的 很多异性几个真正相处,你冷静下来,找到自己的堕落 孤独,所以你需要异性来填补他们的空闲时间 一只脚挤收船,不管自己的良心谴责,复仇成了我幸福的源泉 第三,因为爱情,他们可能相遇并相爱,但由于家庭、年龄等因素 他们不能在一起,只有当他的爱人,才能让他感受到爱的存在 为了爱,我们可以违背伦理道德,这种人很自私 他们只把自己的事情当作是对的,而忽略了别人 没有完美的婚姻,也没有完美的爱人 我们不能因为爱而放弃自己,爱是重要的,尊严是重要的 希望能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为爱人的爱,为爱人的钱,找到自己的尊严 凡事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还要对自己负责